我是假日歌曲廣場活動的主持人朱慶奇 中央大學威脅 每一年我們都會辦一個非常特殊的光電製作的活動 這個活動我們已經辦了我們剛剛算了第四年 那各位朋友應該可以發現 就是網絡是非常非常忙的一個人上遍海內外各大綜藝節目 我劇情有兩次去上海的節目 對對對 然後還要幫我們周董做這個舞台的服裝 真的很辛苦 好 那所以非常感謝各位今天來參加我們這個假日科學廣場的活動 那正常的這個活動其實只有一般啦 一般的這個科普活動是兩個小時 那今天是因為要做光線所以我們安排的比較長 所以這可能也導致為什麼有一些朋友現在還沒有到 不過因為時間關係我們就先開始 我們會請助教待會再協助網道的朋友們 那我稍微說一下我跟Makudo的關係 我們關係很深喔 對對對 我們認識很久了 快十年了 七年多 七年多 好 七年多 我們以前是同事 對 他是我主管 專門欺負啊 不是 更精確的說 對啦 我很喜歡被他欺負 對 然後 這是我跟Makudo的關係啦 那我們很開心就是有業界的工程師 可以來支持我們這家的科學廣場的活動 因為一般而言我們的講師通常都是國內大學啦 或者是非常有名的科普講師啦 來自產業界的 當然你是唯一 真的假的 對對對 對 所以他每年都來 然後接下來我介紹知行 知行的名字叫知行 他不是姓知名 他姓 她姓徐林 傅姓 雙人徐 然後那個雙木林 傅姓 徐林 知行 所以你大概今天離開很難忘記他名字 知行 知行跟我們演員也很深 好 各位可以看到 待會可能很多使用的器具上 或者是我們的這個鮮飾的LOGO 就是知行幫我們設計 完全異物 然後我們已經使用這個LOGO大概也有四五年以上了 所以這是完全有期贊助 然後每一年知行都跟馬克多來 帶來的我們這個光劍傳承的這個活動 希望各位朋友今天可以成功做完你們的光劍 然後如果時間允許的話 你留下來做打印版 然後我們可以留下來記錄 待會兒如果有空檔的時間 我們會放一下我們去年就是整個活動的照片 到最後這個場地我們全部清空 把所有的桌子全部清掉 然後在場地裡面堆倒 光劍競技場拍 對對對 非常有意思 然後也很有這個聖誕夜的feel 去年完全一樣12月24日 對 同樣時間12月24日 所以如果各位朋友覺得今年活動有趣的話 可以偷偷介紹給你們的朋友 不要介紹太多 因為你們可以知道這個場子 可以種辣的人不太多 那接下來我就把時間交給馬克多 我們還是歡迎鼓勵他一下好不好 謝謝 我到現在知道原來我是業界 對 我本身的職業是雷射工程師 然後在做雷射加工的設計跟機械的設計 然後剛剛feelna介紹我才知道原來我是唯一業界 你說feelna啊 喔 那個出家的時候 對對對 我到現在才知道原來我是唯一業界的 欸 其實不要看我很年輕 我真的很年輕啦 可是我在 我已經 我出社會大概有12年了 我從16歲開始還沒工作 所以變得我心態習上是很老成的 所以我們會表看起來很年輕 要強調年輕 OK 你知道你這樣年紀大了一定的程度 就是希望自己恢復年輕你知道嗎 希望在我面前說年輕 你一種之前不言老沒聽過 對對對 糟糕啊 好啦 反正呢 其實我在社會上已經一段時間了 所以我對LED這整個產業本身了解還蠻多的 包括應用啊 或者是商業界之類的 然後也因為這個部分的關係 我才有這些的能力跟實施去研究光劍 其實我們光劍的材料就是一般我們 其實市面上就看得到LED 像我一開始在研究的時候也是去工化商商買材料 後來慢慢慢慢去把材料精脆 把它找到更好的材料然後才去做 然後我們其實我有準備一個PowerPoint的 志祺 我們的那個光劍的PowerPoint 先抓一下 喔好 對 就叫幫忙刷一下LED 對 然後那個這邊抓 現在開始刷LED LED是我這邊特別定的 所以其實你掛上可以買到類似的東西 可是它的亮度跟品質可能不會像我這邊拿到的這麼的統一 事實上光劍它是把 我的光劍是把刻狀的LED光源 然後經過裡面一根白色的泡明管 把它擴散成條狀的光源 所以你要仔細看它看起來是一根的有沒有 可是你其實你靠近看的時候 它只不過一顆一顆的 只是沒有那麼明顯 它經由這一根泡明管吧 刻狀的光源散條的光源 所以我們的燈源就是像等一下會發到各位手上的LED是一樣的 其實做光劍最累的是手工 因為你要把一顆一個LED串成一長串 這是最累的 但是這麼這樣做完之後就有金收了 然後做光劍只有一個重點 就是細心 所以細心跟耐性兩個重點 對不起 因為它數量非常的多 然後我們的PowerPoint我會開始介紹說它怎麼做 我基本上會先大致跟大家講過一遍 快速講過一遍 然後我再一個步驟做給大家看 然後大家再看跟著我做 好 因為這是我們的光劍是從LED做的 所以就把像LED光劍教學 你多適合放的 謝謝 謝謝 然後我們這一邊所有的美術的部分都是知情做的 知情基本上已經是職業的專門的 對 美術 我稍微自我介紹一下 我主要是做跟電腦有關平面設計類的東西 那當然也有接觸其他就是美術相當產業 因為我是美術系出身的 對 只是後來就是現在變成半美術半設計的 對 那就是對於設計這方面還算是小有成就 對 像我之前就是 現在剛好今年快過完了有沒有 民國一百年的那個建國吉祥物工展 第一名是我設計的 這邊有錢喔 等一下給大家看 搞不好以後市面上買的到我不知道 看那國家要不要做 要簽名趕快來 請先站 好 那個我們回到正題 我好像下一頁 誒 花鼠給我 請我自己來跳 來來來來 苦獻花鼠的好處都沒效果 請言好跳過 你真的可以跳過了 那其實就是我們剛才也講過啦 你要成為一個絕對是自己做自己的光劍嘛 這個也跳過了 然後現在這是一些材料 跳過 材料怎麼買 跳過 英文的啦 因為其實在這一次的活動 我們那個西藏的佑金 已經盡我幫忙把大家的材料準備好了 所以不用請大家再去花很多精神去找材料 事實上這些材料你可以在五金行 水電行 B&Q等等的找到很多類似的材料 但是你兜起來都其實要花一番心思啦 然後有一些工具這邊實的事情大家介紹一下 因為在這邊很重要是他要用焊箱 把LED一顆焊起來 然後他有一些字句 等一下我會發到大家手上 工具去哪裡買電子材料行 對 沒錯 像你們的焊箱啊 焊槍啊 尖嘴錢 那些其實是電子材料行五金啊都可以買得到 好 重點開始製作 我們現在用的是LED 我們現在用的是5x5 就是他直徑是5mm的LED 然後通常他其實跟發散角有關係啦 像有的LED他很低 表示他發散角不一樣 用途不一樣 有些LED可以看他可以照非常非常的遠 有些LED就感覺他的點非常非常的小 依據用途不一樣他的形狀都會不一樣 好 然後我們等一下發去LED呢 會有一個步驟 要先把他的兩隻腳 我們LED共有兩隻腳 一隻腳正極 一隻腳負極 通常你看比較長的那一隻就是正極 比較短的那一隻就是負極 然後先把LED腳拉平 為什麼呢 因為我們必須一顆一個把它拉切起來 拉平之後用尖嘴鞋把它摺成4G 我跟你講這個地方要有一個很巧的手徑 你要把它摺成 你LED摺得越漂亮 它搭起來的腳步越好 然後你做出來的光劍 它擴散效果會越棒 然後這個東西是一個 其實它是一塊硬質的塑膠 它幫助什麼 幫助我們把LED每一顆每顆間距 抓成一樣 那你間距一樣的時候呢 它才做出來的光劍才會均勻 其實很多重點是你如何把柯狀光源放成均勻 你如果越均勻的話做出來的光劍會越漂亮 就是燈管一樣 好 其實這個時候 幫我開燈一下 這個時候我覺得可以開它按時座會比較好一點 因為我開耳機也快睡著了 對 所以我決定可以讓大家做 好 來 大家麻煩可以集中到這張座師來一下 我先做給大家看這個 好 再做一次 好 確定 它是OK的 你看得出一長一短嘛 對不對 一定看得出一長一短 如果你看不出 表示你這邊摺是錯的 就是可能摺的長度不一樣 它這一組摺得很好 所以看不出來 好 然後先把這邊頂住透明膠體的底部 要頂好 然後壓住這兩根膠 往下摺90度 這樣 OK 好 然後摺完之後呢 五顆 圍一個單位 把這兩隻腳 用手指甲往上摺 用這點嘴錢 夾起來 夾起來 這樣子 好 這一片呢 是一個後指板 我們來當扯小片 抱歉 那個焊接板 為什麼呢 因為LED 它其實是圓弧的 你如果放指甲 焊得快來晃去 很不好焊 所以我們在焊的時候呢 我就拿一塊 簡單的拿了一塊 瓦漫直板 然後後面貼雙面膠 要幹嘛呢 你在焊的時候呢 可以把它夾黏在上面 讓它不會晃來晃去 然後你在焊 假設你們都已經抓這個搭接 搭接這個步驟了 然後你在把它放在這裡 你先檢查一下 你看LED裡面 其實有兩塊金屬 一塊大片的 一塊小片的 它裡面就是所謂的正腹肌 你在焊接之前你要先check一下 它裡面大片小片是不是一樣 是不是都在同一側 因為有些人可能 因為其實它很細 不一定每個人看 每個人 我跟你講 人都會看錯眼看走眼 像我女朋友看上來 看走眼 這樣 你就自爆是怎樣 你要找快點 然後呢 確認好每一個方向 在同一邊之後 然後呢把 有時候你看LED 可能折得稍微有點歪 你要把它盡可能 把它稍微調直一點 就稍微調正一點 調越正的話它會越均勻 好了之後呢把它放在上面 稍微壓一下 它就不會掉了 然後也不會晃 有沒有 不會晃的時候就變得很好看 然後接下來我們會用到 比較危險的部分就是焊槍 焊槍基本上它 因為它焊槍溫度高了兩三百度 可以把焊息溶掉 然後在用的時候呢 先看一下PowerPoint 轉過頭兩邊 有沒有你看焊槍的步驟 先把焊槍的那個焊槍的頭 天氣乾淨 然後呢 把焊槍的頭 接在焊接領上面 把焊息湊過去 然後呢 把焊息融化 包住它的接點 然後你在焊的時候呢 不要急著把焊槍移走 讓你的焊槍加熱接領 加熱久一點 你的焊息 就會把焊點包覆住 這是一種毛線把它包覆住 它會焊得緊緊的 到時候你拿來打的時候 你拿來揮舞的時候 它就不會 為什麼打在毛一半不亮 等等的問題 然後接下來就是拿焊 焊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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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金屬麵條 金屬麵條 金屬麵線 金屬麵線 這邊沒有 有有有 這邊有 等一下 這邊的住家們會發焊息給大家 大家就把它焊息拿在手上 然後呢 焊槍在用之前 稍微清一下 保持焊槍頭的清潔 然後在焊的時候呢 我們焊了是焊接點的部分 我們在焊的時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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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焊的那個點 等一下這邊看完 有人看不清楚的 再跟我講 再過來看一次 確定 LED不會晃了之後 把焊槍靠近接點的地方 把焊息湊過去 然後往前融 數個一二三 數個三秒鐘 讓焊息 確實的加熱 讓它附著在接點上面 然後焊槍放到接點 焊息湊過去 往前堆 然後移開 一二三 讓焊息 確實的附著在接點上面 欸 這邊有嗎 這邊要保持通風喔 要焊息的時候 蛤 當然囉 所以要保持通風喔 對阿 要保持通風 像這樣子 好 用完之後擦一擦一下 好 像這樣子 然後焊來說 另外一邊也是一樣 焊槍先湊過去 焊息湊過去 焊息湊過去 融一二三 再拿走 放棄它不會吸附 因為它是塑膠 金屬接免它才會吸附 不信我拿一顆 示範給你們看 浪費一下我的耳機 喔 對啊 那溫會不會溶掉 不會 它完全吸不上去 你看 不是啊它不怕 它不怕 因為它溫度很高 它完全吸不上去 點都變髒了啦 不是這個怎麼會溶掉 呃 它焊點比較高啊 它的溶點比較高 它的溶點 它的溶點 溶點比較高一點 不要以為塑膠溶點不高喔 是啊 要看什麼塑膠 有些工業塑膠 要伸到幾百度才會溶掉 是啊 不一定不一定 對啊 記住喔 焊槍靠過去 焊息收過去 數一二三 再拿起來 像這樣子 像這樣子 然後你焊完之後呢 你過一段時間再去拿 你不要馬上拿 會燙 會燙 拿起來看一下 它就是每一個點 每一個點都有被焊息包覆住 有包覆住 有包覆住 周爸爸這一組呢 他們已經把整串弄好了 也接好了 然後事實上 他們包進去的時候 他們進去的時候 其實可以包一層那個 如果 塞進去怕不穩的話 就是有些樣 它可能突穿太多 或是有彎彎的 塞進去會不好塞 可以在外面包一層透明膠帶 好 然後現在把這個 多餘的腳剪掉 然後呢 我會給你一人一把像這樣的劍柄 它已經裝好電池跟音效卡的了 然後開關招打開 然後最後音效了 它音效有分開啟 就是剛剛的開啟 然後敲擊 然後揮舞 太大力 等一下 太敏感 然後跟關閉 四種主要音效 然後呢等一下你要跟他們借一下那個 拖欠錢 把這個 線 通常呢 白色的是接正極 黑色的接負極 也就是你們剛剛在折角的時候 不是有比較長比較短的嗎 比較短的角是負極 比較長的角是正極 然後你們檢調的時候 記得要看一下 然後你可以從裡面的晶片來分 通常裡面的晶片 比較大片的是負極 也就是黑色的部分 比較小片的是正極 然後呢把它接好 喂喂喂不用不用不用 不用焊 我上面 在接線之前 你可以在電線上面先補一點焊型 它就會比較好接 這樣接好 接好吃呢你先check它會不會亮 它會亮嘛對不對 好 接下來把那個熱龍膠 跟膠拜 跟那個絕緣膠帶 你幫我拿一段絕緣膠帶好嗎 天會補 對 不會亮喔 好 然後呢先試一段絕緣膠帶下來 幹嘛呢 墊底 先不要包起來喔 墊底 然後在這個地方 因為它這個地方你是空階的 容易會有短路 如果凹大的話 所以要點一點熱龍膠 好 去把這個地方包起來 熱龍膠也很燙 所以使用的時候千萬小心 然後呢 把這個地方整個包起來 讓它沒有機會短路到 然後再把它塞回去 把它塞回去 推到底 它這邊有卡住 所以推到底就是這邊 就可以了 然後呢 我去拿一下螺絲 等我一下哈 螺絲螺絲螺絲 螺絲螺絲 螺絲在主角頭上 那有沒有十字呢 請這個 有誰要十字呢 請這個 到底這呢 把它塞起來 有人聽我的台語就對了 所以 真的假的 誰 靠北 超高 我很台 謝謝 我真的很台 我覺得有時候台客很可愛 就是講話台台的 你知道嗎 我有一個朋友他是高雄人 他講話很大聲的 然後又很台 好 把它鎖好之後 就可以了 就完成了 對 就完成了 鼓鼓掌 第一把 現在是最打的部分 就是有套好招的 有套好招就像這樣子 來 記得動作 我先慢了 好 預備來 先慢動作 1 2 3 4 1 2 3 4 1 2 3 4 上下 1 2 3 1 2 3 1 2 3 好 然後轉轉轉轉轉轉 然後 好 拍 怎麼來 怎麼來 我還是很刺激 怎麼來 怎麼來 剛剛是慢動作 剛剛是慢動作 我們先動一下動作 我們先稍微正常速度好了 OK 預備 1 2 3 1 2 1 2 3 2 3 1 2 2 1 2 2 1 2 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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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1 1 2 3 4 2 2 1 2 2 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